有多少朋友 记得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 是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一个地方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九点 现在的我的位置呢 是在正在单人单车穿越大海道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片隔壁滩 如果说普通人来的 感觉这儿没啥 就是个隔壁滩 沙漠而已 但是在两年前 我曾经开了一辆两区的 武陵宝郡的旅行车 我在这里边 我被困了两天一夜 最后走了大概有50公里 徒步背个包出去找个救援 后来又找到那个武陵的4S店 然后找那个工作人员 我们一块又开车又进来 把我车修好又给救援出去 到实质而经 我非常清楚记得 当时武陵的那个维修的那个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 哇九点你是怎么把车给开到这里边来的 当时武陵来救援的时候 他自己的越野车都限了好几次 都救援了好几次 我能把一个两驱车开到现在这个位置 也是让我至今都非常难忘 在这里边走 别说两驱车了 四驱车都有点寸步难行 在这一直打滑线车 因为这个沙太软了 加上这个车身有点重 直接在里边就限着刨坑 一直刨坑 如果没点技巧 这个车还不好脱困 当时我来的时候 跟现在的天气基本上差不多 也是白天的温度很高 在三十多度 到现在有一句话 我感觉 就是听人劝吃饱饭 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有些事 你必须得自己亲身经历了之后 你才知道 这件事有多么危险 这件事有多么可怕 就好像我记得是在前年的冬天的时候 我当时开了个面包车 在西藏车翻了 下着雪把车给开翻了两三个轮 从那以后呢 我开车 只要见下雨 下雪天了 我就会特别的注意 不要再跟那次一样 车再翻了 有了那一次 我两区车开到这隔壁滩沙漠里边 我车县里边的 真正有了一次教训之后 我才知道 没有十足的把握 不要去冒险 不要去冒险 这一次 有了户外经验 加上开的这个车是个四驱车 比那个两驱车 那肯定要好得多来这种地方 放弃嘛 这个路一放弃就出去了 车子四个轮胎都已经放弃了 让大家看一下车子放弃和没放弃 在沙里边的区别有多大 刚脑半天上不去 现在放得气试试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看没有放弃 挂上四驱 高速四驱 低速四驱都不行 在这就是挠坑 气一放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在这录个营 今天就不走了 这最起码也是我曾经熟悉的地方 今天要在武林区里边开个箱 这是在敦煌出发之前 这次订了一个快递 这个东西呢 是我在户外 必不可少的东西 也是必须要有的一个东西 一二三一 就是它 里边有个盒子 就这么点东西 长期户外旅行 再加上我这种 有时候无人区 长途穿越了 刚性需求必备的是啥 户外电源 还有靠谱的户外电源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呢 是刚入手的一个正号的 德2000的一个户外电源 相当于这块电池 有两度电 看这里包装都有啥 这个应该是一个 试电的充电器线 这个是个车充 对 我订的时候说的是 就要一个车充 因为平时开车的话 在车上能充电 没有续航焦虑 这个是太阳能板的 一个充电器接口 线 这个是什么接口 这也谁给你线 这次订的一个正号的 德2000这个户外电源 最重要的是容量大 基本上我车上 像所有的电器 都能够承载 电饭包啊 烧水壶啊 这些都能承载 最最重要的 也是我最关心的 充电快 两度电 1.6个小时 就能把这个电源给充满了 这样呢 就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正常的Type-C接口 有两个 完了 USB接口四个 看一下这边啊 试电接口四个 点烟器 这是往里边充电的 目前来说 户外电源只有正号 面面俱到 没有短板 这上面写的啥 免喷涂技术 这个好像是环保的吧 因为我车上一直拉着一个冰箱 如果说停车时间长的话 我一直用车上的电瓶的话 它肯定是 怕电不够的 那这样的话 车停了之后 我就用这个电源来给它供电 这样就不怕 在无人区啊 或者人员稀少的地儿 车子没电的 不用担心这个 冻的 冻的火腿肉 冰水 里边都结冰的水 户外喝冰水 奢侈 做个饭 这个呢 是火腿 火腿肉 还是直接焖米饭 焖成一份一锅 惠泽的 出来之后 直接就能吃了 目前电源是带着电饭煲 带着冰箱 这开就行 哇 饭熟了 嗯 香喷喷 那多少 91% 用了9%的电 相当于这个电池能做10顿饭 够了 可以了 吃饭 我是不是有点太热了 其实还好吧 就是自己带着食材会稍微富富一点啊 这是前两天带的这个烧鸡 人家卤好的烧鸡 放冰箱里边 现在撕一撕就能吃 里边是点咸菜 海带丝 这是带了一个罐头 罐头下边还截着冰呢 拉腿肉焖米饭 嗯 香 这些东西可能 在外边 很正常 吃起来很正常 但是能把它给带到无人区里边 带到这个行程里边 就感觉 有一点点奢侈 是吧 我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